Hello 各位 大家好 今天談一談風水 風水 不要太迷信 各位都把風水好像可以借助超神奇的力量 改變你的事業前途什麼 沒有 風水簡單來講 它只是講一個動線問題 一個顏色的問題 跟一個布置的問題而已 尤其很多人結完婚以後 夫妻感情為什麼越來越大 桃花味不是只有針對那個未婚男跟女兒 不是不是 如果你已經結婚的女性更要注意 去看看老師的代子 老師的代子很多講到你是哪一年的 女生 你的財位還是你的桃花很重要 你桃花要弄乾淨 懂不懂 你桃花會弄乾淨的話 你老公比較有向心力 千萬不要把老公當作 money making machine 不要把他當作一個賺錢的機器 不好 因為你把他當成機器在看 你在潛移夢話當中 你會用命運的口氣 你命運下去的時候 這個人第一個 他抗拒 第二個他模仿 他抗拒你 他不理你 不跟你講話 第二個 是是是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機器嘛 那你嫁給機器做什麼 這個很重要的觀念 你要尊重你老公 學學日本人 學學英國人 日本人你看看 有誰上班像我們穿這樣 沒有啊 就是因為大家都 穿得好像很乾淨一樣 然後老婆就要送到門口 為什麼 這叫做提醒他 我很尊重你 你看那個英國也是一樣 英國他其實做什麼都要穿西裝打領袋 帽子抖一下 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我們都符略這個細節 老公要走就給他走 有沒有送一下 我不是說你要送你老公去上班 倒不用 就是說 夫妻在言行記當中 你要尊重 你相信這個風水 聽好 我今天沒有叫你花任何錢 我只叫你說 把家裡哪個方位 那個地方讓乾淨 然後去買一個 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 百合 不要買純白的就好 紅色黃色都好 又香 你知道這種百合花會分泌 菲洛蒙嗎 你們不清楚嘛 老實跟你講 花 花 會分泌菲洛蒙 玫瑰花一樣 這個香水百合一樣 人聞到菲洛蒙會興奮 這是合法的喔 這不是安非他命喔 菲洛蒙你知道嗎 你可以翻作荷爾蒙也可以啦 那個是屬於一種動物的刺激素啊 你聞到這種味道我想要做什麼 我講到這裡就好了 因為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不懂 為什麼家裡要插一些花 他不懂 其實說你說浪費嘛 說真的 你們浪費錢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你是家裡的太太 負責管理家裡錢的人 你一定要讓你老公有向心力 沒你的事 沒你的事啊 不是有你的事啊 有你的事這個叫悲劇啊 懂不懂 每天回來好像看到仇人 因為你不斷的在壓榨他 在奴隸他嘛 你要把他當作人 當作主人 當作超人 不是把他當作小人 不是把他當作不是人 有沒有 你老公一樣啊 莎受你點滴之暴 一定會永全相報的 他受你那種點滴之恩啊 一定會永全相報 晚上他就永全相報給你了 永全相報 那個報不是那個報嘛 先跟你講 最近都看很多消耗什麼 報警 不知道報警 是把他對方報的警警叫報警 我還以為要去報警察 這個東西都是一樣 你們注意看老師的袋子 我一定會講你屬豬的 屬牛的 屬羊的 屬什麼的 桃花在哪裡 把它弄乾淨 自己去買一個那個小裸盤有沒有 我這裡沒有了 當那個什麼9x9 還是什麼 101有沒有 一個15塊那個消耗 在你家測一下 把那個位置弄乾淨 這個一枝花才40塊50塊而已 我每次是買一把 大概 180 200 你們可以買嘛 買一枝就好 一枝有三四個花包 插在那個瓶子上就好了 那老公覺得回來生活不一樣 一枝花可以插待一個禮拜 花你不到50塊 一個月不到 不到200 300 你會發現你家裡的氣氛不一樣 而且那個財運會不一樣 不是這個不是安非他命 這個不是毒品馬上弄馬上見效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最慢三個月生效 最慢 快一點一個半夜就生效 因為他那個菲洛蒙是慢慢的 你知道那個西藏 我講講看那個西藏的藥 西藏的香叫藏香 藏香是可以治病的 所以西藏很聰明 我們東方的藥是熬的 熬的那個水來喝嘛 叫做煎藥熬藥有沒有 西藏他一般他不吃藥 他用聞的 你這樣在旁邊呼吸就把那個藥的成分吸進去了 很厲害 脏香 脏香是有療效的功能 有時候你哪裡比如說 你心神不靈啊 人不舒服啊 怎樣啊 一般 一般我們 我們傳統上會說你卡到什麼 其實中醫的觀點就是 你氣血不通嘛 稍微活活血活活筋骨就好了 其實喝酒是可以達到效果 運動也可以啦 我們不要太迷信 你知道老師的個性 我不喜歡講那個什麼 外力亂生什麼迷信的 沒有證據的事就不要在這裡談 你個人的感受你個人的體悟是你個人的事 什麼叫科學 太陽從東方出來 不信大家去看真的明天從東方出來 然後從西方下去 這叫科學嘛 對不對 這個叫科學嘛 你其他不要說 我感覺太陽是從南方出來 日出南方 對不對 日出北方 跟日出西方隨便你講 講話要有根據 一分證據講一分話 沒有證據不要亂講 這個不是那種 不是聊天節目 不是讓你講不是搞笑節目 這是 這是老師在講的命理是要有根據的 不要小小看這個桃花味 他是在分泌廢洛蒙的 因為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之之 老師跟你講太深浪 你聽不懂還能搞砸 我就這樣跟你講 去查老師的袋子 你什麼生效的女生桃花在哪裡弄好他 不是說你外面會有小王 不是啦 是你如果老公的話 你老公會更加疼惜你 你就會變成水汪汪 你的桃花會更旺 如果你還沒有男朋友 沒有老公的 你把他弄乾淨一樣 你吸酒了身上會有費洛蒙 那個叫做磁性激素的一種 會吸引異性的注意 我就這樣跟你講 很重要的 在科學上一直沒有人要講這個 因為老師一直要做 玄學跟科學的溝通 橋樑 為什麼八字那麼準 我也是受過教育的人 我為什麼在鼓勵八字 鼓勵易經 鼓勵風水 我又不笨 我覺得奇怪這種東西 這麼好的一個經水 易經 怎麼可以從這種人 還有八字從這種人出生年一日時間 可以算出他的個性 奇怪 我也是很奇怪 我反而相信性向測驗 有沒有 小孩子如果桌上有五樣東西 比如說蘋果香蕉什麼 你挑什麼 如果銀行的行員 行長什麼醫生 律師 警察 軍人你要做什麼工作 他可以給你做測試 我反而相信那個比較 具體的 具象 你說你小孩子出生 我民國幾年幾月幾月要出生 然後你看他隔離怎樣 結果還很準 我時候會追蹤 我做這個我研究這個二三十年 我都會追蹤 我還是那句話 我不鼓勵你迷信 但是 好的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像這種花 便宜 又不是叫你吃那個 什麼鳥頭牌的 什麼牌的 才50塊 買回來 重要是位置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位置的話 你就 你家的客廳嘛 有沒有客廳嘛 看電視旁邊那個 轉角那個就要擺個花 50塊 不是很好嗎 銅板價 銅板經濟 今天講講 風水他非迷信也 如果你心不是太大 你不要起心動你就很邪惡 我擦這個 我兒子要考上台大 將來要當台大的主治醫生 最好要當市長 將來要幹總統 不要想太多 讓家裡的 這個氣氛好一點 這個花香又天然的 比那個什麼香精又好很多 然後人聞了以後就精神很清爽 不是爽喔 不是爽喔 很清 聽好 清是讓你很清楚 那你又很爽快 這叫清爽 不是讓你爽而已喔 爽不好 也是要爽 有時候不清的爽沒有用啊 叫混濁 有沒有 跳那個熱舞圓爽的但是混濁 我要是清爽 早上起來打打坐 喝喝茶 喝到茶香是清 很清 很清 也很爽 一點點 你到山上去住 早上起來 那個山的 那個風吹過來 有沒有 風吹足面 驗過長空那種感覺 風從你比如這樣吹過去 很爽很清爽 你本人說 不是阿薩利 阿薩利也是很乾脆 但是 比阿薩利還好 這個花一樣 會讓你聞起來早上 家裡都沒有人 還在睡 你起來 淡淡的花香 因為你鼻子 都沒有聞到什麼 剛好出來聞 很舒服 這個就是你的 這個就是你的能量 這就是風水的由來 演得我們不講 這個就是風水的由來 在正確的位置 擺上正確的東西 當然要挑正確的顏色 正確的顏色 三個加在一起 就是風水 今天就聊到這裡就好 有什麼 想要跟老師分享的 歡迎來找老師 好